字幕提供 曲名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夏天這麼熱又要戴口罩 上班的車真的很辛苦 讓我嘉嘉跟大家介紹一下 消暑產品 這部Iris Oyama KHF01 手提式風扇 用4顆3A電池就可以干濕電量用 還可以放在這裏做坐桌風扇 好 試下第一把 這裏有個太陽的按鈕 原來是亮燈的 可以用來自拍 還有兩段鬆束 都蠻舒服的 不過不算很大風 大家可以坐桌這樣吹 又或者 這樣調校角度 一贏 這個由香港人品牌引入的 Diamond Bingham透極掛頸風扇 官方說 在台灣還拿過台灣國際電腦展 最佳生活用品獎 接著就試一下掛頸風扇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角度 長按這裡就會開啟 開啟了 它有三段風速 蠻舒服 而且它後面就有啟冷 按一按這個按鈕就可以了 我現在都感覺到頸後面有些冰感 好像有雪條貼著頸 同樣是掛頸風扇 Spice of Life W Fan的第二代 三檔風都有加強度 可以180度轉 另外還出小銅板 以防小朋友伸到手指進去 接著同樣是掛頸風扇 這個款式上年一佳也是 今次它做了一個改良 就是它這裏是雪花紋 沒有那麼容易卡到頭髮 官方都說它的風速是較大了 現在就試一下 長按就可以開啟 挺舒服的 一樣可以調教自己喜歡的角度 先試一下風速 好大風 最後一部是PowerRider 腰掛式小風扇 最長16小時工作時間 還有多重智能安全保護 防止過壓過充電 以及短路保護 接著就試一下這部 它有條繩 可以掛頸或者掛腰 長按開啟 還有三段的風速 也挺大風的 四部都試完 是時候給它一些留言 這三部都有三檔的風速 而且風力都非常足夠 相反這部就只有兩檔風速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比較安靜 不會有噪音 還有這個位置可以放電話 煲劇 吹著風也挺舒服 接著就是這部 好像對廣機一樣 它可以掛頸也可以 掛腰也可以 就適合戶外工作的人士 就視乎你們自己的需要 接著這兩個都是掛頸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 有一塊鐵片做制冷 頸子會有冰感 但是我自己最喜歡是這一款 因為它這裡可以360度 這樣調校角度 尤其是我們平時戴口罩 有些位置是吹不到的 大家就可以這樣調節 自己想吹的位置 所以多部裏我最喜歡的就是它 就開始了 本生活 樂科技 NWA-K